2023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,斯嘉辉4比5不敌艾伦,遗憾输掉比赛。 此一,马克·艾伦一度3比1领先,但中场休息归来,斯嘉辉轰出120分,连下三局拿到赛点,4比3反超。 艾伦打出单杆69分晚这个赛点,将比赛拖入决胜局。 决胜局,斯嘉辉最后出现低级失误,给对手留下咖啡球中待机会,艾伦没有放过机会,最终打进分球锁定胜局。 拿下比赛后,艾伦握拳庆祝,十分开心。 世界排名,艾伦第三,仅次于奥沙利文和布雷切尔,至于斯嘉辉,世界排名第三十一。 但这场比赛,斯嘉辉真的有机会,太可惜了。 上一轮,斯嘉辉3比4落后,连就两个赛点逆转。 这场比赛,斯嘉辉一度4比3领先,但被逆转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